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开源的标注工具 Label Image 那么Label Image的话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标注的工具 那么这个样本的标注 那么在很多场景里可能都要用到 比如说我们一些检测的这样一些应用 目标跟踪 还有的话一些分割的这样一些任务 那么都需要标记 这个Label Image的话 它主要是用在这样一些检测和跟踪的 这样一些项目里面的样本的标注 那么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原代码的形式 你可以直接下到你的本机去编译 也可以直接下这个Windows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我的话是用的是这个Windows的程序 那么下的是它的最新的版本 1.8.0的这个版本 下下去以后 那么做个简单的解压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解压的是在这个 这个目录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那么Data里面的话就是它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话你可以动态去创建 好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应用程序 那么打开应用程序以后 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 你可以打开你的文件 某一个某一张图片 也可以如果你的图片都在一些 都在某一个目录里面 你也可以打开这个目录 那么在标注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在不同的图片之间进行切换 还有的话可以呈不同的格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呈这个Voc的格式 也可以呈这样一个Ulog的格式 也就是说我们标注的结果 那么它呈在一个XML的这样一个文件里面 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来开始标注 假设我们开始打开一个目录 好吧 这里面的话我们有三个样本 那么有这样三张图片 下面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标注的 这样一个实践 比如说我们用一开始的话 创建我们的框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辆车 你拖下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就选一下你的标签 如果没有的话你直接可以把它加进去 比如说这里有我们的这样一个卡 我们加进去继续做标注 当然你也可以拷贝这个框 看再继续标注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标注 下一次选这个create record box的时候 它是你上一次标注的这样一个样本的标签 人 当然你也可以标注其他的 比如说我这是个建筑 但这个建筑呢这里面可能没有啊 没有的话你就把它自己加进去 比如说beard 那么它就创建了变建筑 这样一个标签 好我们继续标注这个建筑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一下 你可以乘你想要的格式 比如说我要乘这个 这个VoC的格式 那我就save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它的文件的格式是xml的啊 好保存 好再标注你的下一张图片 那么这里box car car 一样的 这里 还有car car 那么这个我就不一一标注了啊 好这边有个building 我们刚才已经创建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标签的building 还有其他的啊 好一样的我们保存 002 save 好你也可以继续标注下一个这样一个样本 这里有一个car 这边也有一个car 这边有一个building 好 那么这边的话也有个car 当然我们这个 作为这个讲解的话 我们就做部分的标注 好吧 一样的把它保存一下 003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已经标注好的这样一个目录 啊 那么这里的话有123啊 已经标注好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文件的格式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文件的格式 这里面有一些boxes啊 那么对象的类型 那么它是car 那么有有有它的这样一些框啊 这样一些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 那么这些的话都是符合这个 呃 VLC的格式的 那么这里还有它的路径啊 文件名是什么 这是它完整的路径 目录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level image的这样一个标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希望大家的话在后面应用中的话把它完全掌握 当然你也可以存其他的格式啊 要是你标注这个过程中 你也可以把它保存成成成这种yolet格式 好 那么这个简单的讲应我们就讲完了 nya